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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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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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跟着我干什么 我已经没有东西让你偷了 我只是想帮你找人 这一袋是我的地盘 要找人包到我身上 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 穿蓝色一个的小孩 没有 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 穿蓝色一个的小孩 没有 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 穿蓝色衣服的小孩 没有 没有 没看到一个 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高 穿蓝色衣服的小孩 我们都没有看到小杰 小杰不见了 完了 怎么办 让吧 你今天先跟我一起回去 至少今天晚上有吃有助 天眼快黑了 明天再一起找小杰吧 难道你这样子 小杰他就会平白无故地走出来啊 走 快快快 帮我走 快快快 帮我走 就是这样的 姐姐 小杰 姐姐 姐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太好了 太好了 吓死我了 你怎么可以乱跑呢 我家里在那边等我 你去乱跑 害我差一点激死了 以后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会生气的 我不敢了 下次我不敢了 你为什么会跑掉 是谁带你来这里的 那些小朋友跟我玩 我们玩着玩着就到这里了 哎 姐姐 里面有好多小朋友 还有很多玩具呢 里面有很多小朋友吗 嗯 你有很多兄弟姐妹吗 嗯 大宝 这些不是你的亲兄弟姐妹吧 那他们是 哎呀 反正是不是都无所谓了 你问这些干嘛 小杰 我们走 这哪里啊 我们 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不应该一直打扰人家 嗯 小杰 你不要走嘛 小杰哥哥快要吃饭了 小杰哥哥你不要走嘛 小杰 你不能走 你走了干爹会打我们的 小朋友 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哈哈哈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小君 我叫小杰 哦 小君小杰 你和弟弟这么晚了 怎么还在外头啊 你们的父母呢 我看 不如我通知你们家里面 让他们过来接你们好不好 不用了 我们自己可以回去 嗯 这呀 我看 这天都这么晚了 不如就待在这儿 先吃饭 再睡上一觉 明天再说好不好啊 现在 你们把今天的成果 都给我拿出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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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真乖 这边 这边 啊 啊 咱那边 你们看 你们看 这里有许多钱包 和零花钱吧 这都是别人的 这都是别人寄存的 我们这里啊 是专门替别人寄存钱包的 如果 如果寄存久了 没人来领 我们就把他花了 然后啊 空出新的地方 再寄存新的钱包 你们几个 今儿晚可以吃饭了 对 你们几个 今儿晚不准吃饭 也没传睡觉 都给我睡到腻上去 好 准备饭菜 请新朋友上桌吃饭 来 月小姐 快来吃啊 多吃点啊 别客气 来来来 多吃点 来来 客气什么呀 来吃啊 吃啊 快吃 来来来 吃啊你们俩 叔叔 谢谢你请我们吃饭 我们吃不下 我们想回去 想回去 就自便吧 谢谢 快 谢谢叔叔 干嘛 请你开门 我们要回去了 滚回屋里去 回去 打死你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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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你可不可以帮我 拜托一下门口那两个人 我们想回去了 你们已经来了 就出不去了 还是安心地住下来吧 我们不能住下来啊 我们 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们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我不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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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这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好像不太好的样子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我看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你们只要进来了 就出不去了 为什么 其实你们也是没爹没妈的孤儿 对不对啊 我们大家都跟你一样 都是干爹收容我们的 我们都叫他干爹 你们也得叫他干爹 住在这里 可是 干爹好像很可怕 他不可怕了 就是比较严格 你只要好好做事 他会对你很好的 做事 对啊 你在这里吃干爹的 住干爹的 总得赚点钱 报答干爹吧 干爹教会了我们很多事情 你只要好好的学 有了技术 到哪里都可以赚钱的 你说的是做小偷做爬手 对不对 对啊 你们两个啊 像是乖孩子 就算是技术不好 也容易骗过大人 跟你讲 偷东西很简单的 只要学几天 保证你们学的会 我不要做小偷 做小偷是可耻的行为 我妈妈会生气的 你吹牛吧 你妈妈不是死了吗 可是我妈妈在天上 也不会答应我们 去做小偷的 你们不做小偷也可以 不过干爹 会把你们弄吓 或者弄弹 让你们去做乞丐 讨钱来给他 我还懒得跟你们说 明天一大早就得起来 我要睡觉了 姐姐怎么办 我们完蛋了 别怕 别怕 我明天一早再想办法吧 快点吃啊 等干爹一来就不能吃了 快吃 全都给我过来 快点 最近你们的成绩不太好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 虽然那些钱包里的钱 不是咱们的 但是钱包里的钱 和咱家的钱 长得一模一样 尤其是大洋上的人头 那是一个个一模一样啊 可能就是一家子 我让你们多找些回来 让他一家子团圆 对不对啊 我这人呢 心地就是好 但是发善心 也得有靠山吧 没有钱就没有靠山 只能喝几杯风去 到时候你们没地方住 小心在马路上 被坏人拐走 挖了你们的心肝吃 今天是月初一 许多人应该领了薪水 是下手的好日子 你们赶紧去偷 如果这些钱 让他们带回家里 他们的太太 那下手才要狠的 你们一个个给我听着 今天如果再挣不到钱 皮就给我绷紧了 小心我把你们扔到 爬路上蹬起一盖 知道了吗 知道了 今天还是按照 昨天的分组出去上工 但不要去一个地方 你们几个去市场 你们几个去巷口 你们几个去火车站 开工了 走吧 大宝 你留下 我 小军小姐 从今天开始 让大宝来训练你们 大宝的技术比较熟练 由他训练你们 效果一定不错 小军小姐 你们看清楚 一般人都愿意把钱包 放在那个地方 只要你们像大宝一样接近 就很容易到手 对 就这样 不能让铃铛发出半点声响 要让铃铛不发出声响 而拿出衣服里的钱包 接下来 才能接近走动的对象 大宝 太快了 把动作放慢一点 让小军小姐他们 看得清楚一点 阿爷 老爷 老爷好 老爷不是不管事了吗 怎么会通常跑来巡视啊 谁知道呢 叶总经理不在 现在什么事都暂停了呢 一会儿老爷问起事来 那可就糟糕了 老爷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 问什么都不知道 叫王经理来 老爷 哪位王经理啊 管账的王经理 他人呢 老爷 现在一切都是叶总经理管的 他说为了精简人事 开除了很多领高薪的经理 我们大部分都是新来的 不太清楚 你是干什么的 叶总经理派我来做店长 负责管人事 你是管人事 那我问你 王经理呢 这个 不了解 也没听说过这个人呢 就这两本账啊 把所有的账都拿来 账本都是叶总经理管的 我们不知道收在哪里 老爷 那别的洋行是打击一室 王经理应该是别挖角 请拿来做 老爷 那别的洋行是打击一室 要我来练习呢 我们不要做小偷了 干爹 好像人还不错的样子 你是不是 可以帮我们去拜托他一下 请他帮我们走呀 你可真是一个呆子 干爹啊 他有个外号叫笑命虎 别看他平时那么爱笑 其实 他就是一只大老虎 邀请人啊 你从来不留情面的 所以劝你们 还是不要乱胖了 要是干爹生气了 你们俩可就惨啊 我就是不做小偷 我不信还吃他烂东西 还好干爹去赌鞋 没听见 拜托你 就放我们走吧 我和小吉 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我也不想害你们的 可如果我把你们放走了 我可就惨了 看见没有 那个人呀 他就是想逃走 结果他被干爹抓住了 舌头都被磕掉了 他呀 被拴在炉灶边好几年了 除了那个做饭煮菜的时间 他的手都会被铁链扣住的 就说一样 都只能站着睡 最近干爹看他安分了 才把他的铁料给解开的 吃饱了赶紧去练习吧 走 你怎么那么笨呢 我让你两个手指去加 速度要快 手标伸进去 用两个手指伸进去 对对对 你不要这样斜着拿出来 这样速度会快一点 值得 这样就拿出来了吧 可是我还是不行啊 跟进 我让你有两根手指 你怎么就 今天练的怎么样啊 看你们一个个手脚灵活 我想再练几日 就会飞天会遁地了吧 来来来来 小军 给干爹表演一个看看 你喜欢表演唱歌跳舞是吧 让你拿钱包 你五二零的 要不要飞个棒壶 要不要飞个棒壳跳仙女舞啊 叔叔 替你不要逼我做小偷好吗 我在这里可以帮你做饭 扫地 还可以做青活 替你不要逼我做小偷 嗯 做小偷有什么好丢脸的啊 啊 你就这么不想做啊 要是你失手了 我也没钱帮你请律师 不如这样吧 你不当小偷也可以 还好 你弟弟长得不错 脸蛋很可爱 打断他的腿 去市场做乞丐 我想一定会有很多人 给他赏钱的 好 就这么说定了 我现在就把他的腿打断 让他去做乞丐 啊 姐姐 啊 姐姐 啊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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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先抱抱你们 晚上不准吃饭 如果明天再让我不满意 我就真打着你的腿 嗯 姐姐 姐 别怕 姐姐不会让人伤害你的 姐姐 都是我不好 是我把你连累了 都是我不好 是我自己跟别人乱跑 姐姐 你别难过了 你不是故意的 姐姐不会怪你 别怪我 你一定会努力练习 不会让人家伤你一个寒毛的 你不是故意的 是 姐姐 很痛吗 一点也不痛 你先睡吧 醒着会一直肚子饿 睡着了就不饿了 可是我好饿 睡不着 那你躺着吧 我唱歌给你听 好吗 我要听小星星 好 来 一闪一闪 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挂在天空 风光明 好像许多小眼睛 一闪一闪一闪 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αν像轻晶晶晶晶 所以ображ'll go 乖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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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龙中Q等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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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会回来 他说呀 叶总经理啊 年轻 能力强 不需要他回来站这个位子 还叫我呀 给您老人家问安 叶伟文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没想到做事情这么霸道 连跟了我十几年的经理都斗不过的 你再跑一趟请王经理 就说我请他吃个便饭 请到务必赏里来 哎 是 事先要有这个破裂就好了 告诉花生的那个孩子 不知道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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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哪 练了一天了都还没学会 当初我练这招的时候 练了半天就练会了 但我们这一行呢 一定要 眼明 手快 下手要 快 准狠 做小偷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 哎 不做小偷我能做什么 我又不会其他技能 我还能干什么 胡说 只要肯努力 都可以堂堂正正的活下去 你根本就是好吃懒做 才喜欢做小偷 我 我 好 那我不管你了 到时候你学不坏 被干贼卖掉 我也不管你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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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功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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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强过关了 我就是说嘛 琴能补着 事在人为 像你这么一个灵巧的小姑娘 只要用心了就一定能做得到 对不对 大宝 那 去 叫他怎么从走动的人身上摸东西 是干爹 哑巴 去帮忙 哎呦 哎呦呦 哎呦呦 对不起对不起啊 很多人会把钱包绑在身上 其实掌握了 其实掌握诀窍也就简单了 重点是拿出钱包后 马上同时用刀子把绳子割断 而不让对方发现 大宝 你用慢动作做一次 给小俊看 哦 哎呃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是想做坏事 对不起 你在天上不要生气 为了不让小姐的腿腿打断 我做什么都可以 保住 快点 快点走啊 走走走走 我们走 我们走 走 别跑 你去哪 别打 大巴 你怎么看人的 你要看不住 交给我 我看得住 大哥 你放心 让他们空手回去 赶紧发起脾气了 咱俩都不好受 你最好看好这两个家伙 如果他们跑了 我可担待不住 待会就给赶紧处置 大哥 我刚开的事 先孝敬孝敬您 再想跑 打断你们的腿 多谢大哥 多谢大哥 你们两个也太傻了 干爹啊 他呀会派人在暗中跟踪我们的 不可能会有机会逃跑的 再说了 你们两个是我负责的 你们俩跑了 我就完蛋了 那你就跟我们一起跑呀 要是 要是我跑了 就轮到那个 以前负责带我的哑巴割毯啊 你想想看 他舌头已经被割了 难道你们还想害他的眼睛被挖掉啊 干爹啊 会让比较大的人 管你们这种比较小的人 个管底下两三个 叫你们互相监视 这叫做连做法 所以说谁也跑不了的 难道我们非做坏事不可吗 其实做爬手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想啊 我专偷有钱人 因为有钱人损失一点点钱 没关系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偷我 谁让你穿的那么漂漂亮亮的 我还以为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呢 所以你还是看错嘛 你怎么知道 看起来像有钱的人 是不是很穷啊 说不定 他比你还需要那些钱呢 哎呀 反正我这次一定不会挑错了 一定是个有钱人 好吗 就算是有钱的人 也不应该偷啊 那本来就不是我们的钱呢 你别啰哩巴嗦了好不好 今天我挑的可是好地点 一定可以大丰收的 跟我来 走吧 哎呀 小爷 小奶奶 李经理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看见没有 那对夫妻一定很有钱 一定要小手快 小手准 这样才能狠狠地捞一笔 这 少爷好 少爷你好 哎 是那个叔叔 你认识那个叔叔 他叫我弹钢琴 还说 那我去音乐学院呢 啊 你们认识他呀 哎 跟你们讲 就那个经理 他是个势力严 他这么巴结那个客人 你客人一定很有钱 你们怎么可能认识他 我们只是在路上遇到过的 可是我们真的在那间饭店里住过 少吹牛了 这家饭店很贵的 都一天的钱 可以够我们过好几个月了 所以偷那个客人一丁点钱没关系的了 可是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们不能靠近那里 万一被赖经理看见 我们就糟了 他会抓住我们的 他抓你们干嘛 不管你的事 跟你们说 你们今天 要是没有得手的话 都会被打死的 不 小姐 你不是会玩乐器吗 那个 干爹会把你的眼睛掏出来 然后把你扔到街上吃赖地 但是 就转发了